各位大家好 今天就去到PPJPP的2013年 1B total有10條題目 我就用一天時間拍了10條 其實都用了幾長時間 不過都值得的 原因當中有很多概念 首先第一題就是 幫大家溫回神經協調系統 大腦小腦炎腦和脊髓 破壞後喪失了什麼功能 其實配對很簡單 但亦是一個幫助溫習的題目 第二條其實是一些很經典的題目 就是問鍵和引帶的功能關係 其實很多時候 題目當他問人類的運動 很多時候都會問鍵和引帶 但當中其中一條問題 就問問鍵和引帶如何配合 令到關節進行這個活動 所以這條題目 其實就是問鍵如何配合引帶 引帶又如何配合這個鍵 所以這條題目是值得大家去溫的 第三題就是問你那個鏡的吸收 即是到消化管道的吸收 但當中裡面 他就出了顯微鏡的照片 顯示這個絨毛和微血管網 但當中其實跟第二題差不多 究竟勇毛和微血管網 如何幫助你有效進行這個吸收呢 你一定要根據顯微鏡的可見的特徵去作答 所以這條題目你一定要答得到可見的特徵 這個東西是非常之重要的 可見的特徵 留意題目的問法 好 接著就去到第四條 第四條其實如果你看回考評報告裡面 那個表現微如理想 原因就是因為同學未必掌握到 那個掩飾體組系其實看了什麼資訊 那掩飾體組系其實是幫助你看那個掩飾體特變 就是看那個數目和看那個長短 那如果你要掌握到什麼叫掩飾體的組型 就看看這條題目的講解 而當中裡面 聖連鎖裡面的紮寫方法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同學表達比較弱的 所以你也值得去看看聖連鎖 究竟怎樣去寫 那第五題沒什麼特別的 其實講魚光裡面的淡循環 那過去如果你聽我說淡循環的 就是圓圈長方形加條線 那落到一個技巧當中裡面套到魚光裡面使用 好 接著就去到第六題了 第六題我覺得真是必溫的題目 那第一件事幫大家去溫做保衛細胞的機理 那個機制是怎樣 那落到為什麼開 為什麼關 還有落到究竟 那些保衛細胞和鄰近細胞有什麼分別 還有落到晚上的時候 保衛細胞究竟那個狀態是怎樣 令到氣孔開還是關 那個情況呢 這一條題目是必溫的 真的我覺得是問得很好的 而當中呢 第二個問回植物的範疇 就是蒸藤那個計 那個氣泡蒸藤計和總氧蒸藤計 而當中這條題目裡面 他問了那個注意事項 就是問你氣泡蒸藤計 建基於什麼假設 那落到這條題目 都是大家是值得去溫 還有落到究竟有什麼factor 有什麼因素影響 精神狀促率的表達方法 那落到大家都是需要 看看怎樣寫的 那這條是第六條 那第七條呢 其實就是問你科學本質的題目 和推量的技巧 去用這個生長數的實驗 不過提回你一件事 他題目裡面給了兩個實驗 就是1880年 和1913年的 1880年和1913年 記住 1913年記住 那些科學家其實未知什麼是生長數 所以其實 期待你回答答案的時候 其實你就真的不要寫生長數 馬上錯的 你應該是寫某一些物質 然後怎樣怎樣 那落到那個推量的過程 大家值得去看 還有落到當你作答這個科學本質的時候 怎樣去處理 那當中裡面都有講解到的 好了 第八題了 其實很多年都已經沒有考過滑圖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溫的話 一 掌握回繪圖那個技巧 第二樣東西就是那個生態的研究 取養那個技巧 讓方讓線讓大那個技巧 怎樣去處理 怎樣去做這個步驟 你又要溫溫 還有去到後期的就是 怎樣進行這個推論 根據你拿的資料裡面 然後叫你去推論那個光化的內壽性 那落到這個東西 你都要值得去看看那個推論的技巧 而去到最後第九題了 就是獲取抗體的方法 以及免疫力的機制 究竟那個疫苗的機制要怎樣寫 寫到多深呢 那你就要溫溫免疫力的機制 而落到獲取抗體的方法裡面 免疫的種類有分這個被動免疫 以及主動免疫 那落到看清楚這個題目 以及落到當中裡面 幫大家去溫溫 例如 威捧母乳 例如這個疫苗 例如這個 究竟那個嬰兒怎樣 在媽媽身上拿到 媽媽血液的抗體 都幫大家溫溫了 所以這條題目是溫了很多 跨課題的東西 值得去看看 而去到最後 最難的那條題目 就是那條Esser 就是問你 他叫你去評論一下 為什麼不同的蛋白質 有不同的構造 和不同的構造 和功能上究竟有什麼關係 那這條題目 又幫大家溫溫了整個 氨基酸序列 鹼基序列 跟著落到 在你整個課程裡面 有哪些東西 去涉裂到這個蛋白質 那這條題目 詳細地幫你溫溫很多的概念 所以其實如果你問我 2013年有哪些題目 大家是值得去探究 就是第二題 健和人帶的功能關係 吸收的功能關係 關於蛹毛和微血管網 值得去看 然後就是染色體組型 和性連鎖的寫法 和理解很重要 還有就是精藤實驗的注意事項 這個是大熱的 和保衛細胞的機制 其實都是大熱的 接著就去到推論技巧 那個生長素實驗的推論技巧 滑圖 推論光化內壽性 取樣的技巧都要溫的 抗體 即是你對獲取抗體的方法 免疫力的機制 還有到最後 膽白質 不同構造和功能的關係 都值得去溫溫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 2013年 其實我用一日時間 我就拍完 2013年 當中裏面的技巧 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拍完之後 我也覺得有得著 所以這個PPJPP 2013年 希望幫到大家 找回你讀書的方向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拜拜